我做有點稀疑 然後 我現在主要的創作美材是用紙去膠合 然後做出一個立體的造型 然後之後在作品的表層上面 補貼上版畫 那當初會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做創作 其實起源於是接觸到的版畫 但接觸到的版畫之後發現 版畫它的管子種類啊或是技法非常非常多種 那我就在裡面試了幾種之後 找到我最喜歡的一種 然後最喜歡的這一種呢 它叫做美容餅 然後它的技法是比較像是 若用素描來形容的話 它比較像是區塊式的去做出每一個畫面 或是你每一個分配的圖塊上不同的深淺漸層 它比較不像是銅板畫的技法 腐蝕的技法 或者是在素描裡面是用 線條去表現的技法 它是比較像是面狀 所以面狀要呈現一個畫面的話 勢必就會有很多深深淺漸不同的見證 所以我就是覺得這個技法它能夠表現那個深淺 我蠻喜歡的所以我就有選擇了這個技法 那當然中間也有學 也有去接觸一些不一樣的美彩 但都是做版畫這樣 所以版畫開始發展之後 我就在想 因為版畫它你製完一個版之後 它就可以由一而多 它可以有一個版 你可以印一張 你可以印一百張一千張 它勢必會有一個亮 會有一個我認為是一種比較巨大的呈現 而不是只是它們都是一個複製品去把它們都蓋掛這樣 所以我覺得一個畫面 它如果能夠重複一百次 那這個一百次所累積起來的畫面 勢必可以做一個另一種呈現 或是另一種表現方式 所以我就開始去嘗試說 好那我今天刻了一個版 那如果把它印出很多很多帳號 它可以跟什麼樣的美彩去結合 而達到一個更巨大的呈現 所以我就選擇了紙的膠和方式 它不太像是紙漿去做出來的 它是碎紙再加膠 所以它會有一定的堅固度 而且它可以塑形可以立體成形 立體成形之後 因為它本身的質地還是直 所以跟印在紙上的版畫去做貼合 就還蠻適合的這樣 所以才開始發展版畫質雕塑這個系列 形狀的話 其實一開始我做的造型 會是比較地景式的 所以就是有點不那麼被範圍住 就是有點自由發展 可能像一座山 或是像一攤泥地 或是像一塊泥土地那樣 造型是比較有機比較自由的去做 然後常常會想到地景這件事情 所以就做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也有那種一點像石頭 或是像一個土地的感覺 但是後來我就覺得這個表現法 好像可以再整理一下 就是它不一定是這麼的有機自然的形狀 最開始找回最原本基礎的造型 比如說圓 比如說方 或是比如說一個柱狀 這可能也跟我建築的背景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再回到 當我要把平面變成立體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去想到一些比較基本的造型 然後是可以方便介入一些空間 或者是從基本的造型裡面去再做一些變化 比如說重複 或者是我會局部的放大 但它整體的狀態就會比較俐落一點 跟我一開始重做創作的時候的作品的立體的那個氛圍 會有一點差距這樣 因為我大學是念建築系 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在創作的立體上 會有一點受當初建築教育的影響 所以我剛畢業的時候 其實做的東西就非常的空間感 會非常的建築 然後我非常的排斥非尺歸做圖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系列的圖 都完全一定要用任何的尺 不管是直的尺 或是那種曲線型的尺 或是圓形的板子那種 就是早期在畫建築圖的時候會使用不到工具 其實我剛畢業的時候有一系列的作品 就是覺得要尺歸做圖 但是又做出來的圖 看起來像建築 但還有不是建築的一個空間的概念圖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在那一段時間 我蠻有被有點小小被束縛住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那樣是一個呈現的系統 跟它跟我的學習脈絡有關 但它並不代表真的是我想講的事情 或者是我感到舒服的事情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就是在摸索說 那我要怎麼樣既有保留建築的想法 或者是我從這裡面得到的養分 但是我不要讓自己太強迫說 我只能在此歸或是好理解的空間 好用的形狀裡面去做表現 而我可以更自由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想要突破自己創作媒材 然後開始接觸版畫 開始接觸小型的雕塑 開始去把立體的這件事情 從建築裡面衝出來 更純粹的去想說 在立體的創作裡面還可以有事不可 然後就發展到現在的媒材這樣 我今年開始嘗試跟不同的創作者 或不同的空間或是不同背景 不同理念的人合作 因為我覺得這個媒材 這個版畫質雕塑的媒材在我的手上 它還是會 我好像還是比較習慣去把它使用在純造型 或是像類雕塑的表現 但我不知道當它想要可能進入到生活裡 或是進入到真實的空間裡的時候 它除了像衣服畫畫在牆壁上以外 它應該還可以有更多的發展 而且這個媒材質的彈性很大 就是它可以做到小東西可以做到很小 大的東西可以做到很大 然後以器皿類或是容器類的立體物件來說 它也...它配受束縮的事情也比較少 比如說如果是可能陶瓷你能不能做太大 但紫雕塑不會 紫雕塑你只要有時間讓它乾燥 它可以一直連接下去做到一個很有規模的尺度這樣 所以容器類的合作比較像是 基於每個空間的氛圍或者是需求 或者是...或者是...那個空間既有的概念去...去做合作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跟...跟舊屋的服務空間我們就是啊 做了很瓶子型的容器這樣 當初看到燈箱的時候 其實我對燈箱的想像還是僅停留在它可以呈現的很亮麗的畫面 很多廣告啊或者是攝影啊一些...一些設計的圖像類 但因為我的作品好像有一點比較暗...暗色調一點 比較氛圍悠悠的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欸如果...如果燈箱可以讓它發亮 就某些地方發亮 某些地方...看看亮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好像...蠻有趣的 因為...除了...呃...雕塑本身 這個立體霧是指...指跟膠去做的...立體的狀態以外 版話其實我是印刷在台灣的旋紙上 所以它非常的薄、非常的透 啊當初我會選旋紙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可以很...很...很... 很...適合貼服在有些微起步的狀態 因為...紙漿膠合在乾燥之後 它會有非常細緻的凹凸 那那個細緻的凹凸如果我用一般很厚的紙啊 或是沒那種凹凸去貼的話 其實它就是完全覆蓋住那個細...細緻的起步 或是那個乾燥、粗糙的感覺 所以當初選旋紙也是因為它可以完全的... 服貼在這個細緻的起步上 呃...因而造成就是...如果在光線下看 它就會有一些細緻的...的陰影 然後我是蠻喜歡這樣子的...想要保留這樣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宣紙它在...呃...貼合的過程 其實就很像是...在錶化 它必須要在它的背部先上一層很稀式很水的...的...表化的那個膠液 所以它整個紙盒就會變得很濕很軟 然後在服貼的時候它其實會有微微的...怎麼講... 不是那麼的...的沒有彈性 因為它的纖維很鬆散 所以它的纖維會有微的撐開 所以就可以完全符合這個... 奇怪的立體的造型的貼合 所以宣紙除了... 我一開始是看上它的...薄透... 然後有一點點...不那麼絕對的...緊繃的特性以外 在做燈箱的時候就意外發現... 它也是超級透光的材料 所以在...在...在燈箱的...的作品的時候 大概會分成兩個部分去考慮 一個就是...外框的造型 那造型我...我比較傾向於... 之前的...的作品是不錯... 比較...嗯...有機啊...比較自然... 比較...比較隨性的狀態 那中間這個部分就是會...會透光的部分就可以用... 會透光的部分就會用... 宣紙的疊...焦疊去呈現 所以... 宣紙本身的圖案或許在... 應該說版畫本身的圖案或許在... 光的這一個面上... 它...它的呈現可能不是重點 但是在...在我怎麼樣去分割這些重複的畫面 怎麼樣去安排...重複的畫面 在這個會發亮的地方 然後讓它會有不同...程度的透光... 而展現出的...這個效果 會是這個...燈箱的亮度...所要去考慮的 但...嗯...如果沒有開...開燈的話 它本身看起來又是...完全是...絕對的一體 不太像是...嗯...不太像是一個...畫框啊... 或是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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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它...欸...它是燈箱 但是...你...你...你看不出來...這樣... 就你不會...你不會第一...第一...視覺就覺得說... 欸...那有個燈箱畫在那邊... 欸...怎麼好像有一個很像石頭的...立體物在那邊 所以當它發光的時候 又可以有...另外一個...一個...狀況的呈現 所以...這個對...這個燈箱的合作 我覺得對於我們這個美材的...的...重新認識啊... 或是探討...探討它本身透光度 或者是我之前一直...很...在意的...畫面上的深淺漸層 我覺得算是另一種...很...很...新奇耶... 我也會很喜歡的表現方式...這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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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